酥脆 口感城市分明 这才是一道有灵魂的小酥肉 做出灵魂很简单 咱家有独家秘方 首先锅里不放油 花椒被香了 晾凉 干碎 小酥肉咱们选的是猪颈肉 猪颈肉肥瘦香煎 特别好吃 给它均匀的切条 花椒 干碎之后放肉里边腌 加一个鸡蛋 13香 盐 生抽 老抽 均匀的刷拌 放入蒜香粉 红薯粉 蒜香粉使其蒜味更加浓 红薯粉使其更加脆 煎好 放上沙拉油 热锅凉油 这边等到油温弄一个小蘸料 刚才擀的花椒 放点十三香 放少许的盐 放点烧芝麻 喜欢吃辣可以搁点辣小面 油温烧至五层热 下酥肉 把油半均这样炸的酥肉光滑 而且没有毛边 手贴油边走 这样就不会崩起来 定型捞出等到油温升至七层热 二次复杂 二次复杂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多余的油脂给它吐出来 第二是其更加的酥脆 酥肉炸好捞出 脆米 猪肉炸得了 蘸点蜜汁料 好吃的酥啊 万里交易 走 拿起来给我媳妇尝上去